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歐勒語言治療所的院長 妮玉婷 來接受我們專訪 玉婷妳好 主持人好 玉婷當初是什麼起情動力 會讓妳想要成立這個語言治療所 主要的話是在醫院工作了一陣子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 希望可以為年輕的自己再多做點什麼 然後也想試看看自己人的能在哪裡 所以就毅然決然的辭職 然後就出來創業了 所以妳之前在醫院也是做 語言治療相關的工作 對 也是相關的工作 就是一樣的工作這樣 是是是 只是想說趁年輕證明自己 對 就是趁年輕證明自己 是 然後再來也知道說在醫院的 醫院這部分的資源其實是比較不足夠的 所以也會希望說可以透過自己出來的方式 來改善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醫院的資源會不足夠 因為想說感覺醫院應該資源是最多的 醫院資源最多 但是去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其實以語言治療來講 本來就算是比較小眾的專業 所以其實比較偏向是虛遠大於公的狀態 喔 難怪妳覺得這樣子 她的服務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的那個 對 就比較沒有辦法 這麼的去cover到這麼多的族群 對呀 所以妳想說自己出來成立一個 語言治療所 嗯 對 那為什麼她取比較歐勒 歐勒的話 它有兩個協議 一個是英文的 歐勒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 我們講歐勒好了 歐勒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口腔 那因為 因為這跟我們的專業有關係 我們的專業其實都比較多 是跟口腔有關係的 包含就是語言表達 還有 還有嗓音啊 還有發音啊 等等的這樣子 是 對 那台語的話就是 俄樂 喔 俄樂 喔 對 就是這樣子 被稱讚的意思 對 被稱讚的意思 所以我會希望說 來我們這邊的人都是可以 就是可以 稱讚我們的 然後呢 可以知道說我們這邊的醫療品質啊 還有我們這邊的醫療環境 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讓他們感到非常放心 跟正想 是 好 那玉婷 那妳這樣子在創業的過程 或是初期 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挫折 有很大的困難 對 那個時候的話 剛好是碰到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所以其實 我們很多的工作是停擺的狀態 對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我們在找 找地點這一塊 我們找地點 找了非常非常久 對 那我們找了就是 找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這麼久 兩年的時間 對 我們找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後來還是很順利的找到了 但這個是 中間 歷間的起起伏伏 還包含說 我可能覺得 不一定適合在彰化開了 可能是要找 要找其他地方開了這樣子 對 但很幸運的 後來還是找到了 對啊 那應該也很多很好奇啊 為什麼你這樣的語言治療說 你想要開在彰化室 你怎麼沒有想說 比如說大城市啊 台中啊 台北市啊 這種比較大城市 因為主要是在大城市當中 語言治療這一塊的資源 其實算是比較相對足夠的 那在彰化來講 因為畢竟我剛好之前也是在彰化工作 有發現說彰化在這一部分的資源 真的是偏薄弱 對 所以會希望說 以一己之力來改善一下 這部分的現況 所以還是希望以資源比較匱乏的城市為主 哦 嗯 所以你才是選擇在彰化 對 才選擇在彰化做的 對 但是早點 對啊 早點都不容易 嗯 早點非常非常困難 但我覺得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後來很幸運的找到 哦 那會有遇到比較挫折的部分嗎 挫折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也還是回歸到就是 找地點這一塊 因為除了找地點以外 我們其實在挫折上面 我覺得都是可以承受得住的 真的 反倒是一開始找地點 那種很無助的感覺 就是沒有任何的方向 找不到適合的 對 我找不到方向 我找不到適合的點 然後我覺得我整個 整個目標是沒辦法往前走的時候 你一直停擺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最無助的狀態 哦 那無助就覺得有點挫折感性 會有點挫折感 對對對 然後也會開始懷疑說是不是並不是這麼 這個時間點並不是這麼適合創業 這樣子 哦 是 好 那後來就順利找到 對 後來就順利找到 其實說問題 我覺得後來其實也都不太會碰到太大的衝突 或衝擊點 是 那玉婷 那你這樣子創業一路走來 有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嗎 比如說印象最深刻的個案 嗯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個案的話是 呃 我有一位從澳洲來的小朋友 那那位小朋友的話 他就是每半年都會來找我一次 這樣子 他最主要的話是需要雙語的語言治療 嗯嗯嗯 那他剛好在我這邊接受 那他就是從一開始 一開始 語言還沒有辦法這麼冷凍 然後那到後來其實 接受了一段時間後 他再回去澳洲 然後再回來找我以後 其實語言真的進步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媽媽也發現到這一塊 所以媽媽也覺得蠻開心的 對媽媽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也充滿著信任 就是只要每一次要回來以前 都會先 早點跟我們講 然後早點卡位 早點安排時間 這樣子 嗯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那種被信任的感覺 是 也是一種另類的成就感 對 另類的成就感 那真的是 是 好 那玉婷 那你們歐勒最當初的 經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 嗯 我們的經理念的話 其實會比較偏向是 我們很注重的醫療品質這一塊 嗯 所以其實在我們這邊的語言治療師們 每一位都非常的專業 以外 再來他們的臨床資歷 都是至少是四五年以上的 哦 然後再來就是 都蠻資深的 對 都很資深 然後再來就是 面對 呃 家屬也好 或個案也好的 應對進退的能力 都是非常優秀的 哦 嗯 我覺得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 這點很重要以外 它其實也是 呃 兩面刃 我問兩面刃就是 它很重要 它也是我們這邊的一個 經營的特點 但 它也是我們很難經營的一塊 因為其實在彰化這樣子的一個城市 要找到 很 要找到語言治療師其實就已經很困難了 嗯 那我們又很挑 我們希望找到很好的語言治療師 所以其實 更困難 嗯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在累積人力上面就是 嗯 也是碰到蠻多的 問題 但我也是處在一個就是 佛西面對 反正就是 有碰到不錯的語言治療師 我們就是努力 努力讓他來我們這邊工作 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你們現在有幾位 語言治療師 我們現在這邊的話有八九位 哦 那算蠻多的 滿完整的 對啊 算蠻多的 這也是我很開心的一塊 嗯 對啊 然後我也會希望說 來我們這邊的語言治療師們呢 都是可以去 兼顧自己的生活品質 嗯 還有工作的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樣的工作 我們是非常 內耗的一項工作 是是 對 因為其實我們要面對的是 個案們的治療進程 我們要面對個案的治療進程以外呢 我們還要去面對到 個案也好 家屬也好的一些心態 對 對 那心態跟情緒這一塊 也非常的難去處理 那我們會希望說 他們的心態是跟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治療的進程上 才有辦法往前走 大家的治療目標才會一致 是 對 所以我覺得光是在維持這一部分的話 就會需要語言治療師們 滿大的行李 哦 對 嗯 欸那玉婷 那你們 歐勒語言治療所啊 你們的課程有針對 都是小朋友嗎 還是有針對大人 我們的話 有小朋友有大人 嗯 嗯 那其實我們的針對族群非常的廣泛 我們從零歲剛出生的小朋友 一路到 呃 小朋友 然後到成年人 然後到老年人 其實都是有的 哦 是 對對對 那我們負責的族群的話 如果以小朋友來講 比較多的就是語言發展遲緩的 嗯 那語言發展遲緩的小朋友 或者是發音異常 發音異常就是我們所謂的 對 大舌頭 噢噢噢噢噢噢 發音異常啊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嗓音的問題的啊 嗯 那或者是有吞咽問題的 噢吞咽也可以找你們 對 吞咽也可以找我們 哦 對 吞咽的話 比較多可能會碰到的是 早產兒的小朋友 他們在出生的時候 其實整個 發展還沒有發展得非常好 就整個肌肉 肌肉的機能性 還沒有發展得非常好 就是就生出來了 是 對 所以他們其實在吞咽上面 他們也會碰到蠻大的問題 嗯 那這部分都是我們可以去介入的 哦 對 那如果針對大人的話 大人比較多的話 就會像是 嗯 中風的 或者是 腦部長腫瘤的 或是腦部損傷的 嗯 導致他們的語言 或者是他們的發音 或者是他們的吞咽出了 出了狀況 那也會由我們來負責 哦 然後再來另外一塊的話 就是非中大疾病的成人 就比較偏向是 嗯 對 就比較偏向是 我們所謂的嗓音障礙 或者是口疾的 或者是 嗯 嗯 或者是發音的問題的這樣子 那嗓音障礙的話 是我們一個蠻大族群 包含說就是 會來找我們的大多都是 本身 發聲量過多 或者是發聲方式不正確的 這樣子 那如果以發聲量過多的族群 比較特定的就像是 呃 老師啊 講師啊 主播啊 是 等等的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需要用聲的職業這樣子 嗯 那如果是 呃 發聲位置不正確的話 對 他們也就會來找我了 就各個族群的 就會來找我們了這樣子 那他怎麼知道自己 他的發聲位置不正確 呃 他就會發現說 他需要用到很大 很大聲的方式 嗯 或是要很用力的方式 才可以講到跟別人一樣的音量 哦 對 那他就會 就會想說 欸 是不是自己的聲帶出了什麼問題了 嗯 那其實基本上 這樣子的族群 他們都會先到 耳鼻喉科 給醫師檢查 他們的 聲帶 的狀態 有沒有狀況 有沒有狀況 對對對 如果聲帶沒事了 那其實真的就是回歸到他們的 用聲方式了 那就會需要由我們來做治療 哦 所以發聲的方式 就是發音的方式是 你們是由語言治療所來這邊協助的 對對對 是我們的專業 哦 是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們有比較特別 跟別人不一樣的那個 語言治療課程嗎 呃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有在做雙語的語言治療 哦 雙語 對 雙語的語言治療 雙語比較少聽到 嗯 對 是比較少聽到 因為其實在台灣 嗯 做雙語的語言治療的 語言治療其實是比較少 嗯 對 然後以在中部來講就更少 更少 對 那剛好我對於雙語言治療其實 算是很有興趣 然後也有一直在研究 所以其實 嗯 蠻多有雙語 雙語語言治療需求的小朋友 我們都會找到我們這邊來 就像是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那位 澳洲來的小朋友 它是英文跟中文 對對對 它就是英文跟中文的雙語言治療 那我們這邊比較負責的也就是只有 英文跟中文 其他的語言可能就不是我們的範疇了 哦 所以台語還OK 這樣子 哦 台語也可以啦 對 因為台語也是語言的一種 所以 是是是 像台語跟中文的語言治療也是OK的 哦 所以就是 這個是你們比較特色的 對 這是我們比較特色 所以依照就是個案的需求 其實我們這邊都是可以提供的 哦 那你們除了就是有課程之外 那平常 會有一些比如說講座 我們也可以去參加嗎 哦 有 我們其實蠻常會去舉辦一些 不管是線上講座也好 或者是來我們治療所的講座也好 那像是我們之前有辦過的是 專門給幼兒園老師的講座 哦 是 辦給老師 對 辦給老師講座 那那個講座的要點主要就是在 因為幼兒園老師他們其實是屬於第一線 去接觸到小朋友的行業 對 所以其實他們 會需要對於小朋友的發展有一定的敏感度 跟知識 是是 那剛好我們辦這樣的講座 可以讓他們去增加這一部分的知識 嗯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蠻常辦各式講座的 包含是給家長這一塊的 哦 對 那給正常的話 我們就像之前有辦過 就是我們跟為台灣而教的教育基金會 有去合作過 然後有協辦過 然後呢 在我們這邊去辦一個給家長的工作坊 那這個工作坊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讓家長可以 可以有一個放鬆的環境 那放鬆之餘呢 也可以就是回歸到自己的內在 然後呢 進而的去回饋到自己跟小朋友之間的親子關係 哦 我覺得這都是學習的一種 因為畢竟家長其實非常的辛苦 然後如果 小朋友又是有一些特殊狀況的話 其實是更辛苦的 哦 那玉婷 那你們歐樂園知道說 因為才兩年嘛 還算是一個 以創意來講算是新生兒 那你們有沒有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 有的 如果以短期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比較偏向是 因為目前的 全部的行政流程都是由我自己來做 那其實 我覺得這一次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一個創業的部分 剛創業的時候你就會需要了解到每一個工作崗位的 美美嬌嬌 你會需要親自去 去完成這樣子 那 我也覺得我已經完成的差不多了 我會希望說 這邊完成以後 我再來應該要做的是聰明經營這一塊 哦 是 對 所以我的短期目標反而就比較偏向是 希望可以聰明經營 那聰明經營的話 包含就是我要如何讓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是 適得其所 然後呢去發揮到他們最大的效能 這個部分 是我目前碰到的短期目標 嗯 對 那如果是中長期目標的話 就比較偏向是我五年內想做的事情 嗯 那我這五年內我想完成的有兩件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希望可以 嗯 在其他語言治療資源比較匱乏的地方 也去去舉辦就是第二間語言治療所 這樣子 哦 你反而不是想要往大城市 你想要往 比如說像嘉義啦 嗯 或是那種 屏東 這種比較 對對對 就是再更往南部一點點 或者是可能往比較 非都市以外的地方 花中可能真的稍微有一點點遠 但是你覺得往南一點 對對對 就是如果以西半部的話 我們應該做得到 花中可能再更長期目標吧 十年內 對對對 那就會希望說可以 可以慢慢的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然後呢 再來另外一個的話 也會希望說可以在持續舉辦各種講座 哦 然後就變成所謂的常態性的講座 嗯 然後讓更多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來我們這邊增加點知識跟力量 哦 對 好 那最後想請逸婷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跟你當初一樣啊 有自己的夢想 也有熱誠想要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想要創業的話 那時候呢碰到任何的問題 碰到任何的狀況 嗯 你都可以因為你當初的心態是非常的穩重的 而去面對各種難關 嗯 對 那我覺得心態這塊的話 要去想的就是包含 嗯 你為什麼要創業 嗯 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是很多創業者都去想的問題 是 那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就是 嗯 嗯 你願意為了這個企業付出多少 嗯 付出多少心力 付出多少時間 你有可能一輩子都需要付出 那你有辦法接受嗎 嗯 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三個我覺得會是一個願景 就是你希望這樣子的企業 嗯 帶你到怎麼樣的一個人生階段 對 我覺得這就是需要去思考的初衷 嗯 這樣子 然後對於就經營上面來講的話呢 嗯 我認為 我認為 跟 呃 跟員工 之間的相處 對 跟員工之間的相處 還有跟員工之間的一些 嗯 誠心相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企業要好 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是有一個團隊的 對 而每一位員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嗯 所以其實以我來講好了 我非常非常的尊重跟以誠相待這樣子 我會希望說在我這邊的員工們 他們是真的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也真的把我們 這個地方當成是一份子 對 然後 對對對 然後呢 當他們真的把這個地方 當他們自己也視為一份子的時候呢 嗯 你就會有一個很堅強的後盾了 對 那當你有一個很堅強的後盾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就會去支持你往前走 是是是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玉婷建議的很好啊 你可能初期 剛開始創業之前你就要先想好 對 你的初衷是什麼 那你要不忘記初衷 那當然就想講你要很有熱忱 對 你的熱忱要大過那些困難挫折 你才會持續堅持下去 對 然後堅持下去之後 你有團隊之後 那當然就是我們要好好經營 跟夥伴之間的關係啦 這樣你才走得長久 對 對 你才有機會去第二個那個 比較偏遠的城市 再有第二個 還有幫忙都是因為比較偏遠的地方去做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歐樂園治療所的院長 林玉婷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玉婷的分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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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